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成一双你可能会穿几次的鞋 或者变成一双你想要丢掉的鞋 视频开始之前我先把披萨吃完 首先我们需要一双出于种种原因 你不穿的鞋子 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我这里教你如何搞到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一个废旧的纸盒子 一根近一米长的数据线 还有一个GoPro的杆子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就任何杆状的东西都可以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些类似于零食的东西 比如说比如说这些大白兔奶糖 现在我们就带着这些准备好的材料出门 我们现在要在外面找到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比如说前面这片草原 今天的目标是万丝鞋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万丝鞋经常出没的地方 比如说这里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GoPro和数据线绑在一起 像这样 稍下改装我们的纸箱子 之后搭建一个非常传统的陷阱 像这样 将大白兔奶糖洒入其中 接下来就让我们耐心等待 当然你可能没有耐心 你可以玩过手机 你甚至可以听会音乐 或者跟你的宠物玩一会儿 也可以让你的宠物来帮你 看我们的猎物出现了 他正在一点一点的逼近我们的陷阱 马上马上就要进去了 进去了 套住他 抓住他抓住他 好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野生的万丝鞋带回家了 野生的万丝鞋肚子里可能会有草 没有关系 只要把它清理出来就好了 现在对我们的猎物稍加清洗 老哥 你确定要用菜刀吗 小片动作 入嘴 炸 我认为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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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刚把后面的部分全部都剪完了 它现在的效果是这样的 看起来还不错 我现在有点犹豫 要不要把前面的这个地方也给剪掉 这里是刚才李宗盛所有的残骸 这样看着真的就挺不错的了 我觉得 但是剪掉这里 我先穿一下试试吧 我觉得这样的就真的挺不错的 我本来还想把前面这个位置给剪开 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这样就挺好的 而且它底下这个红色的鞋垫 其实看起来也很漂亮 像一个很正经的那样鞋 挺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吧 检测一双万丝鞋 到底是不是一双 挣了八斤的好万丝的话 还是要看它能不能用来好滑板 滑滑板呢 袜子一定要穿到位 是吧 这个袜子呢 一定要到达这样的程度 才能与这样的鞋箱平靡 对不对 nice 我这是谁是 所以你们看到了 如果你们想要滑滑板的话 一定要穿一双比较完好的鞋 不要穿改装过的鞋 然后其实我滑滑板的技术很差 都是演的 演的也演的不好啊 像是在那边 因为我之前在学校里 滑了一些那个长板 然后我来伦敦以后我就想 如果我闲的没事的话 我应该能买一个滑板 然后这样玩一玩 但是买了以后我就没有在 没有时间 又平时有时间了 我就会拍点视频 打点游戏啊之类的 就不会去黄花板了 所以这个板买来以后 就一直没有用 放在那里 今天的视频呢 我觉得还是蛮成功的 因为这个鞋 最后的效果 比我想象的会好一点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小的鞋 或者不太穿的鞋 你可以试着 老哥卖我大麻 他为什么觉得我是那种大麻的消费者 为什么 所以如果你有那种比较小的鞋 不太穿的鞋 你可以试试像我这样把它改造一下 没准你还会再穿它几次 还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的 那今天的拍摄呢 就到此为止 我跟我的老哥现在要去那边的店里 去买点炸鸡吃 做一些快捷的晚餐 好了 那 拜拜 拜拜